字幕提供 詹化鹿港老街 每到假日就會湧入滿滿人潮 不只附近的停車場 車尾全停滿 而阿堅業者更是忙到手停不下來 漳化縣政府根據電信業者 提供的大數據資料統計 公布這一年來 漳化縣吸引最多遊客的景點 就是鹿港老街 一年吸引1700萬人次 平均一天就有超過4萬人次到訪 來觀光的遊客數雖然多 但有到每天4萬人這麼多嗎 感覺沒有那麼多人 從彰化鹿港護身事務所的網站查詢 鹿港鎮的人口截至今年3月 總共有8萬4千多人 如果鹿港老街一天就湧入4萬多人 相當於整個鹿港鎮一半的人口 雖然每到春節連假或是端午節 都會吸引大批人潮 但卻引來質疑電信業者的數據資料 是不是也把在地居民跟當地工作者也算進去 鹿港遊客人數是一整年的統計結果 單以單日平均值來看 很可能會導致數據的失真 縣府強調電信數據已經透過作息特性 排除在地居民跟當地工作者兩個因素 有沒有1700萬人次來觀光 縣府有信心的說 是不是有這麼多遊客 歡迎大家親自到鹿港體驗一下就知道了 哈囉我是莊雨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